那我一路呢 神一路教我 教到我呢 真是知道罪是可怕的 是有破壞性的 我不想再生命被破壞 尤其是我經歷聖年充滿之後 我看到神可以怎樣使用我們 即是說呢 原來聖靈的能力是這麼大能 這麼有力量的 這麼能夠改變人的 那我就很想完全被神去改變 那我就不想有任何破口 就給我這個動力去提升 而提升的過程 總有一些未做過好的 但是我立刻說 神就教我了 立刻悔改 亦都知道神赦免 亦都有任何問題即刻處理 那我真的發覺是一步步提升的 所以是和神相愛關係不難的 亦都學習用心靈誠實敬拜 整個心靈就是思想、意志、感情和他的靈 向他親近是越來越經歷神的 真的有很多人 他們用這個靈去呼求神、愛慕神 真的會經歷到神的喜樂、愛和能力 是很真實的 第一點就是活在神的愛中 第二就是神供應那些信靠親近他的人 聖經講得很清楚 先求他的國和義這一切都加給我們 我們愛他 他就為我們預備 想都沒有想到的恩典 聖經其實很多經文都有講的 就是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以處 亦都的意思就是 無論你信景、逆境、萬事 無論什麼事都好 神是掌權 就叫愛神的人得以處 愛神的人 就會在過程中 神會將逆境 過程中會教導我們 以及供應我們、改變我們 以致我們的生命可以向上 經文很多地方都是 其實我們留意看的時候 是有很多恩典在裡面 萬事都互相效力 其實英文聖經是翻譯為 God works in all thing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神在萬事中都作供 叫愛他的人得以處 那你留心看 很多經文都講到 神的恩典 神記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說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也把萬物和他同伯伯 賜給我媽媽 就是神把兒子都給予我們 把萬物都給予我們 在經文實際上 很多很多恩典 即使在舊約 其實都是充滿恩典的 所以聽他說的人 一定是祝福 有一點很重要 我教導和恩典福音有什麼分別呢 他們是沒有講律法的 他說只講恩典就可以了 那些人就會聽話 這一點我是不認同的 聖經是有講律法 即是我們跟聖經去做 我講到信靠親近遵從他的人得福 我不是說是基督徒都得福 聖經你沒有發覺 除了講信的人得救 但亦都講到信的人必定有果子的 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而應許供應、祝福 全部都講到信靠親近遵從他的人 就是愛神的人 先求神的國的人 以及他的義的人 聖經是講到敬慰他的人 他的慈愛向敬慰的人 亦都何等的大 全都講到那些人可以親近神 但不是我們親近神 所以神做事 是神先計劃 然後當我們親近他、信靠他 那些恩典就可以來到 第二點就是神會供應 這一點供應很重要 因為實際太多人 經常都掛心了 有沒有錢、有沒有途徑、有沒有方法 我們愛神、親近神 神就會為你預備 在我們當中 如果有人真的有這個心 我真的很想讓神使用 我願意成為一個侍奉者 只要你真的全心聽到神 不要有破口 那你就死了 那就很難了 你一破口馬上處理 神可以為你開路 當然首先第一點就是 你的生命完全改變 讓神改變 以神為本 以神為中心 就是 慶順德聖的教導 就是以神為中心 神會供應 神就會為你開路 我想都沒有想過 回到香港 神為我 給我的機會 開始了這個 復興宣教時工 能夠幫到 那麼多地方的人 現在可以看直播 以及去那麼多地方 去宣教、去訓練 這個都是神給我的 以及給我很多的教導 我多謝天父 是神預備 不是我夠好 是神download很多的 恩典教導給我的 這個都是你們可以得到的 就是你有信心 神就為你開路 第三個point就是 神在我們有奇妙計劃 但是哪些人能進去呢 就是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製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心意更生而變化的人 神是為所有的基督徒 有個奇妙計劃的 當我們信靠親近遵從 將身體獻上 不要效法世界 心意更生而變化 就會測驗 神的善良順存 可惜的旨意 以神的計劃 和人的計劃 是完全高到彌撒大譜 天離地何等地高 祂的慈愛 向祂敬慧的人 亦都何等地高 但是天怎樣高於地 祂的道路 神的道路 是高於我們的道路 我想聽神的話 天天進入神的計劃 神就會祝福 第四點就是 不要被人和環境影響 神是超越一切人的 沒有人能夠破壞神的工作 約失祂的哥哥想破壞 但是破壞不到 神可以在人的破壞工作之中 神會做奇妙的事 約失就像摩西耶穌 都是魔鬼要殺害他們 當他們小時候 魔鬼用方法 要殺死當時摩西同時的男嬰 在耶穌的時候 亦都是殺死巴黎行附近的男嬰 但是神就會有祂奇妙的方法 所以人是破壞不到的 我們就深信了 這個是最難勝過的 為什麼我會處理生命 第一點就是 《興生得聖》的第四點 就說到人 因為是最多人被人影響的 就是覺得很難搞的 那些人很壞 經常惹惹惹惹 經常罵人 情緒化 很多壓力 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但是有很多人說 很難 他明明對著你罵 那你怎麼可以不當一回事 這個人真是在心中 深信神實掌權 他對著我罵 我一直看著他的時候 我一直說 這個人是可憐的 他被罪影響 他罵我不要緊 他罵了我的事情 不會應驗的 我聽神的話 我就可以了 我不用被他影響 但是如果我跟他關係 有問題 我會處理 但是如果我處理了 但是他依然喜歡罵 喜歡負面 那我就照樣對他好 以善性惡 不給他影響 那這個就是德性了 這個是難的 但是如果你們中間 有些實際的問題想問 關於某個人 你可以跟我說的 我是很樂意去回應 因為我經歷過很多人的不好 在這裡我講一個例子 以前我曾經在外國的時候 我就做縣木 來支持我開一個事工 因為那個事工是零開始的 沒有什麼都沒有的 那就沒有錢的 那我就做縣木 來能夠支持 那做縣木的時候 在一間普通的醫院 那這間醫院 裡面的人 是對於基督教很抗拒的 裡面的基督徒 都不敢出聲的 其中有一個基督徒 每一次我早上叫他 其實我去到醫院 每一個人我都招呼的 那我招呼他 他每次都是他在做的事 然後他很快地 握起頭 早晨 然後他就會做他的事 每一次都是 那我心裡面就覺得 為什麼這麼膚顯 為什麼這麼… 就是好像… 連… 就是好像… 連一點點時間都不行 即是立刻… 就… 立刻跌下他的頭 那我就覺得有些不舒服 那他不舒服的時候 我就知道 告訴自己 這個需要處理 那我怎麼處理呢 我走到走廊 走到很遠 見到他在那裡 我心裡準備 他今天一樣會這樣反應 那我就走過去 又叫他 一路祈禱 然後一叫他 他又是這樣反應 然後我就… 立刻我說不要緊 耶穌看中我的 接著我就… 繼續走 我就說 多謝耶穌 那我就放下他做的事 但有很多人這種情況 就會很生氣 我搞錯了 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什麼人情味 尤其他是基督徒 為什麼… 那麼多人情味都沒有 但我就會說 這是他的問題 那也有不同的人 面對面跟我說話 我是可以… 就是… 我一直就說 求神念吻他 求主祝福他 他破壞不了的 那這個就是… 就是… 很重要就是 不要吃他的垃圾 但有時候 我們過後都會不舒服的 但我呢 是盡快去處理 享受神 好了 下一點就是價值觀 價值觀 其實在我們所有人 做的事都有價值觀的 人要漂亮 要厲害 被人稱讚 成功 一件事是得心應手 這些都是人的價值觀 神的價值觀 在聖經裡面都說了 你愛神、愛人 神就祝福你 你祝福人 別人奏了你 你也祝福他 這是神的價值觀 不被人影響 只是想祝福 總是付出 不要求有什麼代價 不去定罪 不去… 不去… 對人… 傷害人 這都是神的價值觀 如果個基督徒 在這種價值觀裡面 他就會… 他會說 我跟從神是最好的 但很多人的價值觀 因為受人影響 尤其在男女的事上 當有些… 香港的情況 沒有有些地方那麼嚴重 有些地方很嚴重 他們是否也要結婚 因為家人經常會很大壓力 還有他們家人 全部都有壓力 每個人都問他 什麼時候結婚 整天都… 健身就問這個問題 好像結婚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這就是他們成為了他們的價值觀 就算基督徒是一樣的 香港這件事就沒有那麼強烈 不過依然有很多人 在年輕的年齡 總是覺得很不舒服 尤其是別人都拍拖 自己見到一個心酸 就是因為那個價值觀 但是你說 神給我好的婚姻 我又去領受 神給我好的單身 我又去領受 總之我生命 不要因為婚姻 不一定要結婚才行 結婚是可以… 有些人來說是可以很痛苦的 第六點就是 聖過罪 靠主聖過罪 我們上一次已經說了 而聖過罪很重要 就是知道罪的破壞性 為什麼這麼多人犯罪呢? 因為他覺得其中一個教導 就是很多基督徒 他收錯了 他說我有罪 我悔過耶穌就寫面 這個是真理 不過是真理的一半 真理還有一半 就是犯罪一定有破壞性 即使很簡單 我們無聲無色 不喜歡一個人 心裏面 怨恨一個人 看小一個人 心裏面都會產生不好的果子 令到人負面 令到人沒有喜樂平安 令到我們和人的關係有問題 和神關係有問題 一犯了中條 中犯了一條 戒命 就是犯了中條 他就會破壞任何小的罪 如果那些罪 顯露出來更加多問題 譬如同一個人吵架 第一破壞這個人的關係 第二 他和你傳播 傳播那些閒話的時候 你就煩到不得了 即是有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說你和一個人 那個人針對你 接著你頂回他 罵他 發脾氣 哇 你受的苦 接著後來更多 因為他會告訴很多人 接著很多人就會生氣 你 好像不能翻身 所以我們落在最終 自己受的苦是很大的 我們知道 這個苦 第一內心的苦 第二 我們生命的苦 第三 和神 最重要是和神的關係 會受影響 就不能夠發揮 譬如一個 就算一個侍奉得好的人 他生命有破口 其實我聽過很多這些故事 很多人找我都說到這件事 他說我的組長 但我信耶穌那個人 甚至有些說我的傳道 我的牧師 他怎樣不好的行為 令到我對神很負面 對教會很負面 這些故事我聽很多 通常來說我都是盡量跟他說 你接受 他都是 就算牧師都有軟弱的 都會有時衝動 有時會發脾氣 口快快說錯話 都會的 我們接受他 但實際太多人不會 不肯接受 即是說 其實地位越高 犯的錯就算很少 都可以帶來很大的破壞 尤其當我們侍奉得好 一樣的罪可以令到 每個人都離開你 令到很痛苦 所以我們知道罪的破壞性 我們上次就說到罪的破壞性 然後今次就說到怎樣 聖過罪 我上次也有略提過 怎樣能夠聖過罪 我再說一個重要一點 就是說 每一個角度 每一個教導 在輕鬆得性裡 都是用神的角度 普神起義不難 活在神的愛中不難 跟祂建立關係不難 因為全部都是神很愛我們 得到供應不難 因為神供應我們 行在神的計劃不難 因為神想我們行有計劃 然後對付主利人的罪不難 因為人不能夠聖過神 是神聖過人 所以我們聽神說 沒有人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世的價值觀一定帶來破壞 但是神的價值觀是最超越的 神會祝福提升我們 然後罪 罪就是因為 罪是神很不喜歡 會影響我們跟祂的關係 而我們走在神的聖結 總之我們嘗試和努力 離開罪 走在聖結中 神一定會歡喜 神一定會祝福 即是神如此美善 神又如此祝福 神又掌權 所以我願意聽神的話 這就是那個動力 是恩典 所以其中一個教導 我有講到的 我再重覆再講 先講到這個處理罪 怎樣用恩典激勵人 我們激勵人 恩典為主 有律法的提醒 恩典為主 譬如祈禱 聖經說 因為你未求以先 神已經知道 神在我們生命有奇妙計劃 祂想祝福我們 神為愛祂的人預備 你想也沒有想到的事 所以你未求祂已經為你預備 只要我們信靠親近祂 祂一定預備 我們一親近祂就親近 所以這就激勵大家祈禱 所以我們激勵大家祈禱 就不是說 你記得每天幾點鐘起床 這些我們可以講的 幾點鐘起床 幾點鐘起床 如何信靠神 這些都可以講 但最重要的是講什麼 神是很喜歡你親近祂的 祂一定回應 祂一定祝福 你真心祈禱 你不用這麼猛 因為祂知道你的需要 你多點讚美神 愛神 享受神 深信神在愛你 神就會祝福 所以祈禱 有時候有些人問我 他說怎樣祈禱 我家人和我復和 我說沒有一個方程式 沒有一個方程式 你這樣祈禱 你這樣說 他和你復和 而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我們就要平安喜樂 去愛祂 亦都和祂相處得更加好 如何去關心祂 回應祂 一方面是和神關係好 第二方面為祂祈禱 你怎樣為祂祈禱都可以 意思不是一定要說 說足那句話才可以 總之你的心 你是想和祂建合關係 而我們有神的智慧 和祂建合關係 關係自然就會和好 即是說 我們激勵人祈禱 是說給神多好 激勵人信靠神 雀鳥、麻雀、百合花 神都供應 何況是我們 我們聽祂說的人 一定供應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我們激勵人看聖經 因為神有最高的智慧 和最高的計劃 你聽了神話 一定是最好的 聖經就告訴我們 我們如何做法 我們不是跟從世界的道理 我想說 有很多世界的道理 是聖經沒有直接教導的 其實我自己是聖年充滿的牧師 但我很可惜見到 靈恩派有時候有很多教導 第一 少講聖經 少講解經 第二 有些教導是聖經 就是違反聖經的原則 我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提出 其中一個叫天上法庭 天上法庭的觀念 我上網看了他的教導 看了他的《釋經》 我發現《釋經》 根本不是講到天上法庭 他講到有個寡婦 因為有人陷害他 他就去求法官 法官聽到他掌握得多 不是因為對他好 而是說 我不想你掌握了 所以我就給你了 他說 所以我們來到神面前 就好像來到法官面前 但這個經文主要講 就算那個不宜的官都會聽那個寡婦的話 何況天父更加聽你的話 重點在這裏 不是說你要在法庭那裏的重點 而《釋經》講到回應我們的祈禱 是說什麼呢 先求神的國 這些就是加給我們了 你愛神 神就為你預備 你想都沒有想到的東西了 神為到親近祂 遵從祂的人 一定有一個奇妙計劃的 你將生命獻上 心意更生而變化 你就能夠入這個計劃 所以《釋經》講到 入神的計劃 《釋從神》 《釋奉神》 就會得到 聖經講完 但人們就不喜歡這些教導 他有個特別的教導 很多人就會去跟從 這個就是很可惜 我見到有時候靈欣派有些 他不是全部 有好又不好 有好又不好 我希望大家都會分辨 不要什麼都照單全收 什麼都受落 我所講到的就是 什麼都用恩典 和用神的話語去激勵人 譬如說 譬如說 激勵人看聖經 就是聖經是一切的智慧 和一切的方法 在聖經有了 所有的方程式 如何得福 有了 你跟著去做 你就會得到福 神的恩典 或者是鼓勵人 去侍奉神 你做了一個小子身上 神都紀念了 何況你救祂的靈魂 你救的靈魂更加寶貴 就是說 總之 聖經是全部都有恩典推動 你發覺 耶穌說 譬如說八福 全部都有應許 全部都說到有應許 你連述的人有福 因為你必蒙連述 全部具具都有一個應許 在裡面 有些經文 有時沒有說到應許 在那裡 但是你由整本聖經是一定有的 所以 所以我们鼓励人不是记得祈祷,记得悔改,记得尊重神 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没有这样做,你就不好了 你要这样做就是吩咐 你没有这样做,你有什么效果呢? 这个就是指责或者批判 我们应用同样在婚姻 如果你结婚之后,接着你的配偶跟你说 你要洗碗,洗干净一点 你快点洗,吃完饭就洗,不要坐在那里看电视 你干什么,洗地,你看多骯髒,你有没有看到,快点做 如果每天都是这样,你就会觉得很烦 结婚就是这样,结婚应该是日相爱 每天都很开心,两个人享受对方,欢喜对方 然后你就有动力去对他好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婚姻 一个好的婚姻就不是说对方批判你,不做不行 如果不做,就会骂死我 这样,这个就是 很多人信耶稣,他也是这样的 信耶稣那时候就是恩典 信完之后,你就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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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律法 我说的律法,不是这样做摩西的律法 这就是恩典 恩典包括什么呢? 神的接纳,神的爱,神的计划 神想提升我们,神的纪念我们 神会赏赐我们,神会供应我们 为我们预备一切需要的资源 神会提升我们的生命 神会赏赐在天堂里面有永远的福气 今生得福,来世得福 这就是恩典 圣经有很多这样的应许 好了,那律法有没有激励呢? 有的,我不是说律法没有 是有,不过是小部分 律法第一,有叫我们做什么 叫我们爱神,遵从神 第二,律法有警告 警告,信若情欲杀种必从情欲收败坏 所以我们自己记住,信若情欲就会收败坏 就是了,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犯罪会更加厉害 即是圣经讲完的,那个警告 还有,有惩罚的 好像大卫都见必不离开你的家 在新约阿拉利阿撒菲拉即死 神可以这样做法 有些人在历史上有些事情发生 例如李小龙,他到底是不是 因为他骄傲 所以在他最高峰的时候 他拍一部电影 《死亡游戏》 就在那部电影的时候 拍到还没拍完 神就去懲罚他 这个可以是 我又不能一定代表神说一定是 可以是 如果大家知道 美国这个《无神论协会》 那个人死得很惨,不明不白 他开了这个协会 影响很多人离开神 以及领向美国在学校不可以祈祷 总之四维那些 即使有摩西五经 有十字架 在政府的大堂里面都要拆除 全部要和宗教是要划分界线 但他自己的结局是很凄凉 这些都是可以是神的懲罰 但圣经是有说的 圣经是有说到可以有惩罚的 但基督徒不应该经常说 我犯罪会惩罚的了 我犯罪会可能又会离婚 又会身败名裂 很多问题 基督徒不应该是这个为主 我听神说我生命蒙福 这个是主要的动力 但我们心中应该有 总是有个警惕 信若情欲杀种一定收败坏 魔鬼是会来偷窃杀害毁 所以我不可以让魔鬼留地步 即是主要的动力 激励是从恩典而来 而耶稣圣经是多次说到的动力 为什么应该这样做 但也有提醒 所以我会这样的比例 大约的 因为健康的基督徒 99%是恩典推动 1%是提醒自己不要犯罪 有些基督徒来说不行 他们好像不听话的雷马 圣经讲到 他要九成的警告 九成九的警告 少少的恩典 有些人就说 如果恩典说得太多 那些人就会 不要紧要的了 神射罪又没问题了 我从来都没这么说过 神尼会射罪 不过犯罪一定有破坏性 所以这是错误的 而且你不要以为 我罵他多 迫他多 他就会听话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所以这一点 恩典推动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教导 好 好 那现在讲到如何 盛过罪 这些诗诗所说 有没有问题 就是轻松得性 一个从神的角度看万物 圣经是从神的角度 圣经全部都是用神的角度 由旧日到新月 都是神怎么做功 人阻挡不了 神要成就的一定会成就 好了 首先就是对付罪的动力 和所有的动力 基督徒所有的动力 这四点容易记得 我希望大家常常记得 第一就是神很爱我们 祂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然爱你请我们喜乐 而欢呼 祂很爱我们 这是第一个动力 是全能的神爱我们 你想想 如果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假设用世人眼光 李嘉诚好看起来 有些人就觉得 哇 这个真是最好 但是李嘉诚 其实他自己都搞不定 他家人里面 将来可能争争家产都未定 他都搞不定这些东西 他都不是万能 但是神是全能的 祂爱我们 是比一切更加好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神爱我比一切更加好 就算有个最有钱的人爱我 都不及神爱我那么好的 第二就是我们极宝贵 我们重贷买回来 神很看重 我们个个都可以成为偉大的人 没有一个例外 就算你的资质 有些人就说 我资质不够高 我恩赐不够多 但是圣经有说到 有五千、二千、一千 那一千刚刚就是埋藏的 但有些一千是没有埋藏的 不是个个一千都埋藏的 总之你有的恩赐你用 神一样喜悦你的 神一样提升 所以耶稣在马太十章里说到 凡是因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你做不到先知 你接待先知就得他的赏赐 或者说你没有先知的恩赐 那你都可以得到他的赏赐 然后接待二人必得二人所得的赏赐 你找不到先知就得找个二人 连二人都找不到 我找个小子 做在小子身上 就不能不得赏赐 但耶稣就是这样告诉我们 不是你要最聪明的那个 是最忠心的那个 又不用和别人比较 总之我是忠心 我决力去爱神 神一定提升我的生命 好了 第三 这其实包括了 亲近遵从事奉 爱神 一定蒙福的 神爱他人预备 你想想不到的东西 一定蒙福的 永远不要走鸡 神不会走鸡 祂会将最好的给我们 而第四 犯罪或者懒惰 不结果子 不亲近神 所有不遵从的 一定有破坏性 不要再犯罪恐怕 你遭遇更加厉害 这几处的要点 我希望大家记住 我们的动力 为什么我们应该提升生命呢 第一 神这么爱我 第二 我生命很宝贵 第三 我听话 亲近神 遵从神一定蒙福 而第四 我不听话 就一定有破坏性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会这样 有这个动力 好像同样做这个 课程的功课 和真的好好学习 这个兴生得性 我都可以同样地说 你真的将这些道理 完全应用出来 你的生命就蒙福了 如果你水过亚背 又不去受落 经常说 不行的不行的 我做不了的 其实正如你听其他道一样 你听这个受不落不了 其他道也受不了 这样的时候 只有破坏性 你说 我学不完 不要紧 你只说 神教我逐样逐样学 我学不完 我学一样 学两样 神就欢喜了 这个就是动力 而罪也一样 罪一定有破坏性 所以我们听话一定得福 而处理罪 最重要是 随去控诉先 这个非常之重要 谁能控告神所简算的人 有神称之为二了 谁能定贪的罪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 现今就是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谁能定我们的罪 当我们悔改 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 轻松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 谁能知道我也经历过 犯了罪之后那种内疚 真的很辛苦 所以最舒服最开心的就是不要犯罪 立刻处理 立刻求主赦免 求主赦免之后 也深信神现在很喜悦 而且一定赦免了 很多人都不是的 犯了罪 所以他就会躲起来 不肯祈祷 不肯回教会 不肯见人 很低沉 这些都不是神想的 神想是什么呢 我们承认我是真是罪人 我承认我是罪人 而耶稣是大罪人的救主 我是大罪人 保罗说 在罪人中我试过罪灰 那个原文不是过去识的 不是说他没有信耶稣那时候 是说他当时是用现在式的 是罪灰 为什么是罪灰呢 保罗也说 立志行事不得我 只是行不出来又不得我 他也说 其实我们个个都是罪人 他里面都有罪的性情 但是保罗会刻意处理 他有罪性 不是代表他会被罪控制 但是他一样有罪性 我们个个都有罪性 偶然间你忽然间你没有留意 忽然间有些罪的意念 弄出来 是人人都会有的 那么问题就是 立刻求主赦免 神就喜悦 神就赦免 神就赦免 神立刻给我们力量 其实德性也是这一点 就是说 深信神即时赦免 当我们悔过的时候 也都立刻有力去对付 还有呢 神一定赦免 我们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 这个讲到用他的性情做担保 其中一个教导 我有讲开的就是 发扬神属性查经法 就是每个经文找出神的属性 也都包括他的恩典 那这里的属性是什么 他是信实可靠的 是公义的 是公平的 因为耶稣已经付了代价 所以是公平的 他一定赦免我们的罪 洗淨我们的一切不宜 神所要的罪是忧伤的灵 忧伤痛悲的心 你必不兴悍 神要的罪就是忧伤痛悲的心 我们忧伤痛悲 神一定会赦免的 那这里我写了一些说话 神一定按照他的应许做事 好似电灯必定跟从灯祭而发光 神一定会跟从灯祭而发光的 神一定会跟从他所定的规定 他的律法去做的 那这个就是神的特色 神的应许他一定照着他做的 神所吩咐人做 他也都自己做 除了敬拜和悔改 神是不需要敬拜 神是不需要悔改 但是所有其他的 神也是很谦卑地帮我们 神很耐性地帮我们 祂降悲来帮我们 神是做了祂所吩咐的事 祂应祂一定做 所以你开灯一定会有灯出来的 除非没有电 同样我们悔改 神一定赦免是没有例外的 所以不要被那些罪控制 就说死了死了不行了不行了 《得胜五部曲》 希望大家记住 好朋友 我都去对堂 祂好 我都送你 我可以了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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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